有这个事情 它是一种特殊案例 它相当于一个女性跟两个男士有过关系 她等于是同时怀孕 她是一个异卵的 不常见 这个是很稀奇的案例 那在咱们中心见过几个这样的案例 就一个 后来自己夫妻回去协商解决这个事情去了 对吧 对 那自己解决